李敖生前多次夸赞莫文蔚,曾语出惊人,欣赏他放浪行海李敖欣赏美女。 李敖生前曾多次夸赞莫文蔚性感,并精通多国语言,是他的梦中情人款。两人多年来也维持君子之交,莫文蔚父亲出书曾送李敖当作纪念。 十二年前,莫文蔚受邀为李敖新节目站台,主动献上拥抱。李敖也曾说莫文蔚送过他裸照,更语出惊人说,我欣赏他的裸照,也欣赏放浪行海。 该凡言论一度也引来网友的热议。不过他的书房里确实曾有段时间一直挂着莫文蔚的半裸海报,直到书房整修才摘下。 但其实那张是莫文蔚册堂的写真照,他曾在受访时娇称笑李敖大师形容太夸张。四年前,莫文蔚为台北小剧弹演唱会举办记者会,李敖也特地站台,双方矫情异于言表。 不过对于李敖过世,索尼音乐表示还在联络莫文蔚,暂时无法回应李敖一声多情。 和胡音梦短命婚轰动全台李敖一声多情,他谈过七段恋爱,有过二段婚姻,第一任妻子室友台湾第一美人称好的胡音梦,当年44岁的李敖对26岁的胡音梦一见钟情,为了追求胡音梦, 李敖还告诉当时的现任女友刘慧云,我爱你还是百分之百,但现在来了个千分之千的,所以你只能避一下,并拿出120万当分手费,终于如愿报的美人归。 而这段才子佳人的婚姻羡煞众人,却只维持了短短115天便告终,李敖在和胡音梦离婚时发表了一篇声明,表示会分开措权在她, 但有一说指胡音梦当年原是炙手可热的电影《红星》,婚后却遭受冷落,幸运大不如前,偏偏李敖又不支持她,让胡音梦很没安全感,后来李敖和好友肖梦能的财产侵占官司,更是压垮两人婚姻的最后一根。 稻草,因胡音梦出庭作证,导致李敖入狱半年,两人也彻底反目。 离婚后她曾在媒体前吵弄胡音梦,说有次无意见推开厕所门,却撞见因为便密憋得满脸捅红的胡音梦,实在不堪,胡音梦事后得知, 紧淡然表示在同一个屋檐下,是没有真正的美人的。后来李敖认识了小他三十岁的第二任妻子王小屯,李敖回忆,当年他偶然看到王小屯等公车时在看他的书,清理模样让他惊为天人,马上展开追求。 两人经过八年爱情长跑,终于步入结婚礼堂,1992年生下儿子李勘,两年后再生下女儿李晨,而王小屯甘愿做李敖背后的女人,成为他不可或缺的秘书级助手,一向低调的他,很少公开露面,作风相当神秘。 李敖生前多次夸赞莫文魏,曾语出惊人,欣赏他放浪行海李敖欣赏美女,生前曾多次夸赞莫文魏性感,并精通多国语言,是他的梦中情人款。 两人多年来也维持君子之交,莫文魏父亲出书曾送李敖当作纪念。 十二年前,莫文魏受邀为李敖新节目站台,主动献上拥抱。 李敖也曾说莫文魏送过他裸照,更语出惊人说,我欣赏他的裸照,也欣赏放浪行海。 该反言论一度也引来网友的热议。 不过他的书房里确实曾有段时间一直挂着莫文魏的半裸海报,直到书房整修才摘下。 但其实那张是莫文魏测躺的写真照,他曾在受访时交称笑李敖大师形容太夸张。 四年前,莫文魏为台北小剧丹演唱会举办记者会,李敖也特地站台,双方矫情异于言表。 不过对于李敖过世,索尼音乐表示还在联络莫文魏,暂时无法回应李敖一声多情。 和胡音梦短命婚轰动全台李敖一声多情,他谈过七段恋爱,有过二段婚姻。 第一任妻子室友台湾第一美人称好的胡音梦。 当年44岁的李敖对26岁的胡音梦一见钟情,为了追求胡音梦,李敖还告诉当时的现任女友刘慧云, 我爱你还是百分之百,但现在来了个千分之千的,所以你只能避一下。 并拿出120万当分手费,终于如愿报的美人归。 而这段才子佳人的婚姻羡煞众人,却只维持了短短115天。 便告终,李敖在和胡音梦离婚时发表了一篇声明,表示会分开措权在他, 但有一说只胡音梦当年原是炙手可热的电影《红星》,婚后却遭受冷落, 幸运大不如前,偏偏李敖又不支持他,让胡音梦很没安全感, 后来李敖和好友肖梦能的财产侵占官司,更是压垮两人婚姻的最后一根。 稻草,因胡音梦出庭作证,导致李敖入狱半年,两人也彻底反目。 离婚后他曾在媒体前吵弄胡音梦,说有次无意见推开厕所门, 却撞见因为便密憋得满脸捅红的胡音梦,实在不堪, 胡音梦事后得知,紧淡然表示在同一个屋檐下,是没有真正的美人的。 后来李敖认识了小他三十岁的第二任妻子王小屯, 李敖回忆,当年他偶然看到王小屯等公车时在看他的书, 清理模样让他惊为天人,马上展开追求, 两人经过八年爱情长跑,终于步入结婚礼堂, 1992年生下儿子李勘,两年后再生下女儿李晨, 而王小屯甘愿做李敖背后的女人, 成为他不可或缺的秘书级助手, 一向低调的他,很少公开露面, 作风相当神秘。